宋远华69岁 退休金1500元 丧偶 住房面积50多平米 宋大哥说 看节目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想想自己呀 那最大的特点 应该就是节俭了 出去买菜 就是我们这一左右的超市 大小超市 我都得走个遍 相对比较 看谁家菜最便宜 我走一圈回来 我看谁家最便宜 是谁家买钱 那你走多远 还对货币三家最比较 结果一出去就好几次 都在我这一圈之内 买最便宜的 买完了回来 我姑娘给我拿的保鲜盒 放到冰箱洗完了 放到冰箱里头 这是我姑娘给我这个保鲜盒 这是箱子 一块钱一把的 这个是小酒 小酒和葱 小酒现在也便宜 一块多钱一斤 两块多钱一斤 然后你就觉得便宜了 你就都买了储存起来 在这里 对 那不行 你这不是长时间坏了 你这都多少钱了 这个 这个能有个是一周半 一周左右 这你看都眼瞅着变黄了 黄的 我都吃手把黄蟹摘下去 吃绿的 能安全吗 能的也合适 买菜货比三家 要最便宜的买 就这宋大哥还觉得有点费钱 宋大哥说 一般的时候能不出去买菜 就不出去买 包括酸菜我都不买现成的 我自己腌 这是自己腌的酸菜 这下的是抓一颗酸菜 而且比买的还酸 比买的还好吃 这也是为了省钱 对 这也是为了省钱 白菜几毛钱一颗 咸菜 辣椒酱都我自己做 咸菜有做的咸菜吗 有做的咸菜 它是得先吃些泡 在哪儿啊 在冰箱里冻了 皮冻粉皮都我自己做 泥皮在冻中呢 最后的火都会 可以啊 这是黄蟹咸菜 自制酸菜自制咸菜 宋大哥说 这些在搭配上 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便宜菜 一个月的花销 就能节省出个三五百块钱 那这宋大哥 一个月都不吃肉吗 你快一块一块了吗 就是做一顿菜的 就每次做菜 用一小块肉 对对对 就是都是定量好了 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一点都不多不少 哎呀 就一次就用这一块 一块 对 那这一斤肉能吃几个人啊 一斤又得吃一个月了 一斤肉吃一个月啊 你这日子太节省了 您瞧瞧 吃肉都得分成块 定时定量 一个月吃一斤肉 这宋大哥这生活是真节省啊 宋大哥说 自己不仅在吃上节省 在家里的其他方面啊 自己也是能省则省 从那个洗衣机里把那水都拐住了个盆庄上 把它从手术 这个灯你看 为了是为了省电 我就挽了去把灯一关 就挽它 这能看清啊 这这省电吗 这为了省这个的电然后开烤 对它就已经就是省 就是节能的了 就省电了 为了更省 我为了更省 还有它吃冷面 我剩下的冷面汤 一般吃完冷面汤都冷了吧 在饭店呢 我不冷 我下头还隔壁箱冻上 下头我还用它吃下头冷面 哎呀 这宋大哥的日子过得真是精打细算啊 那这宋大哥为啥要这么节省呢 我83年来的长村呢 今天来三十多年 那时候你做啥工作啊 那时候就登三轮车呢 登三轮啊 上班不行啊 一天蒸一块八毛六不够用啊 我们得想办法嘛 我就是给人送这个送冰箱采电 我蒸的最最辛苦的是 拉一千斤地瓜 倒鸡驴一千斤 一千斤东西 从光路拉到梦里坨火车站 啊 十块钱 那是刚刚要煞冷 还没 刚要入冬刚煞冷 头一天穿下保命裤 回来回家之后 把里面给我脱一点都脱嘴 哎呀 你拉倒鸡鱼拉了多少年啊 十七年